119 星島日報 濟南扣魚十噸毒多寶魚 2015年7月15日 中國A23通濟南茶獲一個從事海產品銷售二十多年養殖場 用含有鷹蝦褪為感受藥養殖多寶魚 已有三人被逮捕 魚十噸滴多寶魚扣押風泉 長期食用含鷹蝦褪食品可出現患癌、胎兒畸形等嚴重後果 濟南公安食藥環精部門通報 去年5月 食藥監局工作人員對某連鎖酒店銷售的活體多寶魚抽檢 發現含有禁止使用的收藥鷹蝦褪 經查該酒店扣進的多寶魚來自濟南市某海鮮市場 陷可致岩壽藥區三人今年春天 警方拘留海鮮市場攤販如某 同時將其經營的五百多公斤多寶魚與以扣押風泉 經八個月的調查 警方不久前找到養殖有獨多寶魚的養殖護婦某 扣留了他和丈夫找某養殖的數增多寶魚 多寶魚在養殖過程中容易患搶鹽並停止生長 為了降低致養成本 父某使用價格較低的鷹蝦褪 代替其他治療搶鹽的藥物 鷹蝦褪原是一種人工合成的抗菌藥 不易代謝 全球主要國家軍將其力為金融收藥 抗菌藥 全球主要國家軍統 抗菌藥 抗菌藥 我們在抗菌藥 我們期待